這是我人生第一次上報紙頭版 我阿嬤不是字 她不知道這個其實並不是非常正面的新聞 她看到我上頭版又看到我上電視 還特別打電話來恭喜我 我是公視P-SHOP新聞實驗室的君主 好久不見 P-SHOP曾經不夠半年 我們得到了迴響很熱烈 這一集影片我們就要來回覆算命留言 也分享一下上頭版的心情是什麼 但在那之前 記者真心話第三集 想要跟大家聊聊什麼是帶風向 媒體界最會帶風向的魔術是誰啊 它是如何變造出令人驚嘆的平行時空呢 那我們開始囉 中國人他們永遠都是全香港的保護神 就算你沒有當過記者 我敢保證你一定也帶過風向 帶風向有五個字解釋 就是選擇性曝光 為了顯示自己很有魅力 你把自己滿意的部位留在叫軟裡大頭貼上 然後把有問題的身體部位裁掉 就好像有的媒體 可能為了私人利益 它只報導部分事實 然後對事件選擇性曝光 帶風向在新聞球裡面其實叫做新聞框架 一個事件 媒體可以這樣子框架 也可以那樣子框架 帶出完全相反的風向 框架其實是一個滿中性的一個詞 因為所有媒體都會選擇性曝光 觀眾時間有限 記者不可能包山包海什麼都講 那到底框架要怎麼分豪壞啊 如何不被爛框架帶風向呢 這部分有三步驟的SOP 我挑了世界公認最會帶風向的媒體做的案例 但在介紹這間媒體出場之前 讓我們先聊聊香港反送中運動 別走開30秒就好我一張圖講完 香港反送中是一個民主運動 站在最前線的是反送中真民主的香港市民 他們有時候會用罷工啊 用佔領機場或是破壞公物之類 比較激烈的手段來表達民主訴求 在他們背後 有更大一群走和平理線路線的香港人 他們對香港民主的未來憂心忡忡 就怕香港的一國兩制慢慢變形為一國一制 至於反暴力愛中國的那一方 在第一線阻擋示威者的就是香港警察 雖然他們有時候會濫用暴力 會過度執法 但是背後還是有不少支持 包括一些愛國甚至愛民主的香港 或是中國大陸人 想要趕快平息這場民主運動的香港政府 以及正在影響香港民主的中國共產黨 咳咳 是時候介紹主角出場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讓我們歡迎 中國官媒 上幾天我們提到 中國有非常多媒體 都是由中國共產黨官方直接控制 所以叫做官媒 其中沒有央視就有代表性 在官媒的報導中 反送中的示威者不是什麼民主鬥士 他們是 暴徒 乱港暴力分子 乱港暴力分子 暴力乱港分子 暴力犯罪分子 数点忘组的害群之马 极端暴力分子 极端激进分子 无法无天 丧心病狂的极端激进分子 恐怖分子 历史洪流中的污泥浊水 哇哦 这头污泥浊水到底做的什么啊 屠辱国旗 奇迹警察 侵犯人权 虎色交通 瘫痪机场 投掷 汽油弹 撕裂 香港社会 贼心大 贼胆小 暴力活动 令人发指 令人发指 公然谋杀 明显带有恐怖主义的色彩 对 你没有听错 就是恐怖主义 全人类的敌人 有反派叫英雄了 这个英雄就是 香港警察 支持香港警察 支持香港警察 香港警队是世界上 最专业最精良的一支 专业克制 非常理性克制 非常克制 非常非常克制了 克制的啊 让人觉得他们很软弱 是为了对警察 他们实在太凶狠了 我喘一下 他是旅秋露威 反送中运动有多久 他就关注了多久的官媒 我们先说 这一次三十多页的官媒报道 没有什么 他没有和平示威的任何的信息 包括像100万 200万 170万人上街的这些信息 都是看不到的 没有的 官媒的报道说了很多暴徒 但是有四分之一的香港人口 和平上街反送中的画面不见了 香港人温馨团结 捍卫民主的画面 也变成了幕后花絮 点灯告会有中国的嘻哈歌手 写下这样的歌词 来钻反送中了 我看不见自由和平和民主 我只看到恐怖分子 那天用武器洗漆了香港结束 请 看不见不是你的问题 是官媒一直在把暴力 无限放大成反送中的全部 然后以反暴力之名 偷偷带着你反民主 民众的发自笔层的 自发的这些抗议行动 对于中共执政者来说 这是最恐惧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可能会有效仿的作用 如果只是看官媒的报道的话 你会觉得这场运动在香港 是不受欢迎的 他会有小孩子说 我好讨厌那些示威者 因为把这个香港社会搞得乱乱的 香港这样子下车 把地铁弄得乱七八糟的 气死我了 整个什么运动是垃圾 我们不及时 大多数的香港都不及时 主播还会把这些声音 放大成整个香港的声音 这是香港的社会共识 香港社会的主流民意 主流民意 主流民意 官媒在告诉观众的是 反送中只是一小小撮过界老鼠 你要跟大家站在一起 跟警察跟英雄站在一起 哦对了 说到警察 在官媒的报道之中 会让外界知道 警方也有滥用警察的这样一些 行为的这些资讯的话 都是没有的 其实在官媒的镜头之外 那些非常非常克制的英雄警察 也有这一面 我这一面 我这一面 比起反送中示威者的暴力行动 香港有更多人认为警察过分 使用武力 但这件事情 官媒不好说 毕竟如果警察比示威者还暴力 那英雄的形象不就要崩坏了吗 最后一个在官媒中消失的就是 示威者到底为什么上街啊 这么久以来 央视从来不提反送中跟全民主的五大诉求 也从来不说是什么样的政治环境 让这些人甘愿走上暴力 对很多强老的示威者 他们其实是中产 然后收入条件非常好 但他们会觉得说 如果没有自由 这个钱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 哦那这就好玩啦 不谈民主自由 官媒是怎么解释在一百多天的抗争的呢 其实他营造了一个问题说 这些上街的人都是废青 废青这个词是用的特别特别多 所以他会把这个示威者的形象只集中在不懂事的 被煽动的 对现实社会不满 买不起楼的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年纪轻轻的 不去奋斗自己的未来 孩子算什么出血啊 你怕不是个傻子吧 啊 在这个地方是没法讲道理的 喊这种口号 最管用 那些小孩那就被煽动起来了 那到底是谁这么邪恶 去煽动这些脑残的鲁蛇呢 外国是外国是外国干预性 美国等西方国家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制造事顿 唯恐天下不乱 有人就是希望香港变成死港 臭港 我们正告你们 正告你们 正告你们 阴谋注定失败 尽早在这个问题上闭嘴 啊而且我们台湾人好像也有份 民进党当局在香港事态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他们煽风点火与港独势力相勾结 正告民进党当局缩回身向香港的黑手 不要动不动蹭热点刷存在感 官媒在告诉观众的是 反送中都是鲁蛇都是费青 他们上街都是因为外国势力 绝对不因为中共不民主 让香港人绝望跟窒息 咱们祖国是外国势力的受害者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要跟中国人站在一起 跟政府站在一起 说到这里 你看懂官媒风向了吗 看懂风向的SOP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 找找报导说了什么没说什么 也就是它放大了什么资讯 又弱化了什么资讯 第二步 想想这个报导服务了谁又伤害了谁 三个月以来 官媒是这样框架反送中的 这些是他报导的东西 这些是他不报导的东西 这样的框架掩盖了中共应该对反送中负责任 无视香港人对民主自由的渴望 服务了共产党 打压了反送中 第三步 这些报导是事实优先还是立场抢先呢 所有媒体都会选择性曝光 所有媒体都有立场 但是好的框架一定可以反映事实 好的框架一定把事实放在立场前面 一定是事实优先 只有烂的框架才把重要的事实剪裁掉的话 把自己的立场放在事实前面颠倒是非 最后 你知道烂框架最好的队友是谁吗 就是政治冷漠 世界上没有不会独立思考的人 只有独善其身 事不关己的人 要知道一个媒体没说了什么 真的得靠自己多看 平衡观点 这真的不能懒 OK 有媒体认为我们上一集影片没有坚守中立 也有网友留言指引我们 所以我们只说红媒却没说绿媒 会不会太偏颇了 啊没有错 我们确实没有提到台湾有绿媒 但其实我们也没有说台湾有蓝媒啊 上一集影片其实不是在谈蓝绿 是在谈有人利用台湾的媒体 推广一国两制 让台湾不再民主自由 红媒跟蓝媒绿媒 其实从来都是不同level的 蓝媒绿媒可能改变了一场选举 但是红媒葬送的是一整个民主制度 民主没了 根本不会有蓝绿 也不会有真正的媒体 其实民主自由与独裁集权 并不是选边这样的立场问题 而是是非问题 独裁集权会伤害人民是事实 不是立场 但中共跟红媒正在把独裁集权 正常化成一种没有对错的立场 哪个媒体体民主反独裁 你就是不中立不客观 亲爱的观众 遇到有选边这样的立场争议 记者确实应该要正反并成要中立客观 但是记者如果在是非问题上 两面讨好 不分对错 各打五十大反 那反而是记者失职了 是其次非其非 挺民主反独裁 真的只是一个正常的媒体 在做该做的事情而已 这阵子我看到不少正常的香港媒体 在好为民主的路上受到攻击 甚至被中国官媒呵斥 Chimp on you 我想告诉这些香港记者 辛苦了 香港人家有